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诶 这附近好像是有个老干部疗养院 盖茨比每天在她的豪华大房子里举行盛大宴会 其实就是为了吸引戴希向她炫耀她的财富 因为戴希在十多年前跟盖茨比分手 嫁给了一个富豪的儿子 但盖茨比其实一直很爱戴希 那后来呢 后来盖茨比跟盖茨还真的破镜重圆了 没了 怎么会没了 故事才刚刚开始 那盖茨怎么办啊 他不是嫁给富豪的儿子了吗 是啊 那个人叫汤姆 但是戴希发现被他甩掉的盖茨比 是现在更大的富豪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 盖茨比就为戴希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呀 自己去看书吗 你知道我看不懂这个 我一开始也看不懂 看看就懂了 这个我见过啊 我一开始也看不懂 看看就懂了 我想起来了 这个 我们去你们连队的时候 茉莉手里就有一本这个书 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 他怎么那么喜欢看书啊 买上熄了灯 打着手电筒也要看 我就觉得特浪费 你这电池也好几毛钱呢 后来我调到总级班 还老听他在电话里跟人说 看了什么书啊什么书的 莫莉推荐你看到 莫莉推荐你看到 不是啊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 像盖茨比一样 特别喜欢莫莉啊 沐建峰 我觉得 是我一直在追你啊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你 别胡扯啊 说嘛 你俩搞对象了没 我要走了 我就是想去看看 美国到底有多好 我这种人跟他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怎么会呢 我不信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实话呢 好 其实 我一直挺希望你们俩能在一块儿的 所以 一听到有关莫莉的事 就会跑来告诉你 你就成全我 对他那点阴暗的好奇心是不是 你就这么来逃我好 你是心太善呢 还是太自卑啊 你 稍等你 尝购啊 那就尝购啊 有没有 能不能够 怎么这么做 你这么做 虚枕啊 有没有 人家把告状信都告到总部办公室了 我让你把检讨写得深刻点 你这写的是什么呀 连外国打过来的岳阳电话你们都敢听 你是不是真带着一个男人 到总继房陪你职业班呢 你以为你不提就算了 人家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有一个男的说话了 还说自己是领导 胆子不小 总继班的纪律 不允许外人随意进入 我就没提 你还记得总继班的纪律呀 像你这样违反纪律 延长合法监听时间 班里有几个呀 不 不知道 不知道 赵雨晴 你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现在不是部队了 是盈利单位 是可以按照工作表现 招聘和解聘员工的 你明白吗 你明白 明白就赶紧交代 一直以来 参与偷听的都哪些人呢 报告班上 我 我真不知道 那个陪你职业班的呢 你们是不是在总继房搞对象 不 不 不是 蒙谁呢 我又不是昨天才刚出生的 我也搞个对象 我问你 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单位的 也不知道 行 赵雨晴 有本事你就一直不说 就给我 就给我重新写份检讨 给大家写 给上级领导写 就说整个总继班就你一个人 违反机会 延长合法监听时间 所有的责任 就你一个人承担 还有那个 神秘的男人 你也都替得担着 你愿意再写一份这样的检讨吗 你愿意再写一份这样的检讨吗 现在低头还有个屁用的 一个班三十几个人 一个季度的奖金都让你给弄没了 上边还让我追查到底 去 再写一份检讨 我 班长 我要是写了 能不解聘我吗 那可不是我能决定的 想不被解聘 就把其他偷听电话人的名单 给我通通列出来 人好 好像没把咱供出来 走 来 走 走吧 走 我们这儿的化验员 从建院就来了 那建院大概是什么时候 六五年 六五年 那咱们这儿招的 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 有没有一个叫文婷呢 没有 前两天招了几个清洁工 都是附近的村民 那您有他们的照片吗 让我看一遍 有照片 也不能随便给你们看啊 哦 同志 如果不方便呢 有没有他们的签名 您拿过来让我看一下也行 这样我就能认出他的笔迹了 你们有单位的介绍信吗 打个比方 我要是去你们单位 说是某某某大夫 你们那儿的人 能让我看员工的答案和资料吗 我可以给王大夫证明 他就是铁道工程总部医院的 你给他证明啊 那谁给你证明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不是 我们实在太着急了 就没来机开介绍信 是啊 你看 我们也不像坏人吧 是啊 前两天啊 前两天啊 我们这儿来的俩小偷 如果他不做案 跟好人一样 不 同志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因为他是个病人 所以我们才请您 帮助我们找到他 你 你这么说话你这 你这 你觉得我们俩像小偷吗 爸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也不知道你们来的 到底目的是什么 我帮你们什么呀 说不定啊 一会儿我们这儿 又有什么东西被偷了呢 你这 您还是处长呢 怎么张嘴就讹人呢 我怎么讹你们了 你们再这么胡搅蛮缠 我叫警卫把你们轰出去 行 行行 行 我告诉你 你这个态度很有问题 什么态度 你先别着急 什么我着什么急 我 你先盘在回照说里 别别别 万一人找警卫 真把你给撵出去了 我怎么办啊 我告诉你 明天我挨了你 他们这儿人不是多骂 我一个一个挨个人 我就不信 我们不让他们停在哪儿 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真是 那走先走吧 什么态度 你也别着急啊 有信来 应该就证明他还挺好的 行了 行了 那就谢谢你了 这份信我先留下来 嗯 有什么时候打电话 再见 保重啊 对了 如果你还能碰见他的话 就告诉他 就说我不会死心的 我会永远等着的 是 区 一路 想看 去 想起看 保重 一 二 三 三 五 六 报夸连长 劳务连一排集合完毕 一到十五人 十到七人 报夸连一排长杨勇 请连账正事 倒酒 是 请连账正事 诸位战友 一 二 三 干 干 干 为正心 康康吉强 漫画浩金 斗志昂扬 麻息千丐 收国江青 把掌股过 最需要的地地方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把握作者都不错吧 为人欲慌 为人命 可力展成球肩伤 将军祖望 方天世界 天灵暂时 志在此恩 干 干 干 你哭个茄子呀 一个都忘了我们在 部队的时候的样子了吧 我们都是老虎连的战士 不是随包 连长啊 这之前啊 总觉得 转业以后 就可以老婆孩子热炕桶了 可回来以后发现 原来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家 我这老婆啊 就觉得我不去单位 八家领导 不出去应酬 得不到提升 工资挣得还少 咱是当兵的 当兵的 只会服从命令 老老实实地干活 就这几年 光离婚 不知道提了多少次了 连长 今天 其实咱们老虎连 战友们都想来 他们说他们不敢来 怕丢人 丢他们茄子 他们都是我的兵 我的兄弟 我的亲人 丢他们什么人呢 我没着 我一老虎连连长 每天干的都是机关 推手大爷干的事 我心里边 也没着没落啊 连长 你是我们连长 以后还是我们连长 一辈子都是我们连长 你就带着我们一起干呗 从哪儿跌倒了 就他妈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对不对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老虎连的这 老虎啊 老虎怕怕什么 如果兄弟们 还相信我沐建峰的话 这里耽误我做成了 你们所有人 跟着我打天下去 你们所有人 跟着我 好好吃 好喝 老虎 孩子 越看透 好好跟着连长一起干 跟连长一起干 跟连长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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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老虎也要打鼓的时候 干 干 你喜欢我就更没用 为什么没有用 你会因为喜欢我而离开它吗 不会 对吧 同志 同志 您办什么业务 美国长途 交下情分证 押金一把 好好好 早好 好好休息啊 好 请进 赵儿啊 莫总 你这整个一个作战指挥部嘛 好 敬礼就不用了 收拾一下 杨勇 这位就是任总 任宝国 他是转业兵 这位是杨勇 我们是一个部队的战友 任总好 两个手 任总好 你好 你好 不是 您说的要跟部队一样吗 倒水去 是 来 地方还不错吧 蛮好 一看就是转业兵干的 但是你这儿缺副字了 没关系 我给你带了一副 哪边 这边啊 就是他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天道酬情 我还以为是志在四方呢 我们铁道兵都是志在四方 咱这儿又不是干铁道兵呢 咱这儿是干买卖呢 做生意嘛 就得是天道酬情 行 那就天道酬情 哎呀 哎 回头再挂吧 回头让这儿让你那个兄弟 先留这儿 你们这儿挂 来来来来 赶紧 谈正事 您坐里边 不不 我就坐这儿 来 不好啊 还有什么不好的 我就坐这儿了 快快快 走 是 来 都在这儿了 都好了 别提了 这两块啊 快把我累死了 又加上天热 差点没死在外头 我一听说你这儿把地儿都找好了 我那边就赶紧找人抓紧办 这不都办好了吗 哎 你看看啊 你是法人 不是说好了合伙的吗 合伙还是合伙 这个不便 那是这样啊 这个贷款 你跑下来的吧 销路渠道 你铺的 这个地儿 你找的 就这屋子里这所有的东西 全是你值办的 试问 谁还有这个资格当这个法人 哎 这样不太好 哎 你就是这个法人了 回头啊 我就是负责那个进货 跟你这儿挂个副总 哎 三个得说好啊 挣了钱分账的时候 咱还是按着一千的那个分 啊 来吧 哈 这个是 啊 这是我那车 你开吧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老板了 沐总 开玩笑呢你 游出门别开你那个破212了 出去开你那破车 什么时候都弹不成 开我这个 你这么一说还真不好推测 行 我给你写个条吧 好 谢谢啊 哎哎哎 别别别别 你 你 你写什么呢 咱还是战友嘛 战友写什么 你拿着开就完了嘛 等回头 这批货出去挣着钱了 你想换好车 非要忘了把这个车还给我 就行 对了 杨勇也入了一点本钱 现在 这公司就算咱们三个人的 挺好 我可以负责运货 好 我跟你说我看人特别主 这兄弟一看就是能靠得住的那种人 哎兄弟 你要是负责送货啊 那你这两天还得抓紧收拾一下 上广东 我跟香港那边朋友打好招呼了 人那边催呢 得让咱们过去给人盯着 这么快 快 你现在 时间就是金钱 你知不知道这批货多紧张 要多紧俏有多紧俏 有个事你都不知道 你这手续没办完呢 我那定金就打过去了 我就为了把这个机器先摁在手里 多少钱啊 账的事回头再说 关键是得找个人过去盯着 其实最合适是我去 我也想去啊 但是 我得留在这儿把这销路得稳定下来 这个兄弟要是能去一趟 咱俩都踏实了 杨勇 任务交给你了 保证完这任务 成了 行了 地方也看了 嗯 咱们 就好好喝一顿吧 喝 庆祝公司开张 对了 我还约了一连长 贷款码就下来了 这个朋友 是帮咱们办贷款的朋友吗 是 哎呀 哎呀 您怎么不早说呀 你弄得我 整个一个措手不及 不但是吃饭的事 你们等着我 我去取点钱 我给人包个红包 用不着 都是一个站好爬出来的兄弟 见了面 就是喝酒 老郭 咱们开公司 可不能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这话我可提前说好 不是 你不知道 这哪是乱七八糟的事啊 咱正因为是开公司的 人家帮咱忙了 咱 是不是 我就这一个要求 这是原则 行 就冲你们俩这股子冰味 我听你们俩的 是 我 开车去 是 你是不是喜欢谁不喜欢谁 都特别快啊 对啊 那要是 人家还在喜欢你 你已经不喜欢人家了 怎么办 比如 别玩那头的女人 有糊里糊涂的要跟她解说 又糊里糊涂的要跟我开始 所以你既不会解说 也不会开始 你迟早还是会回到她那里的 既然凭水相逢 却不轻易放过 许多年头情报仇 我